家人们好 今天跟家人们分享一个好吃的家常菜 黄瓜条咸菜人人都爱吃 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好吃的下饭菜 关键做法还非常简单 清脆爽口 简腻下饭 菜市场老板娘送给我的二斤小黄瓜 起径去头去尾 中间切开 撒上一层腌菜盐 底上下饭拌均匀 沙水两个小时 这样方便储存 口感还能更好 亲爱的家人们 老弟能求您点事吗 能给老弟点个红情支持一下吗 就是照着屏幕点亮一下就行 辛苦您了 感谢您了 时间准备点小米椒 中间破开一分尾二 再切点蒜片 空碗中放入辣椒段 麻椒 白芝麻 淋上哇哇开的热油 榨出香味 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陈醋 一勺的白糖 少许的味精 搅拌均匀 杀好水的黄瓜 加入清水 反复多清洗几遍 洗出多余的咸味 然后用吃奶的力气 把水分挤干 放入盆中 加入蒜片小米椒 调好的料汁 戴上手套 抓拌均匀 腌上一晚上 就可以吃了 如果您学会了 别忘了给大海 留个红心知识一下 美食教程每天更新 感谢您的观看